哈喽,终于可以坐飞机去三亚了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 我现在已经到达机场了 准备去办理行李托运安检 三亚,我来了 机票已经取出来了 咱们的机票是飞南昌 从南昌带到三亚 需要转机 在等待飞机的时候 又写了一个作业 上船上去了 登机之前给的消毒液 要洗手 好多人呢 总算是几班上来了 带飞机的屁股位置 现在咱们是从烟台飞南昌 大约是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哈喽,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半了 咱们刚到南昌的机场 咱们家扭的这一趟三亚之行 也是够绕的了 一阵忙活 都够忙活出汗了 终于换上了三亚的机票 现在已经是四点半了 南昌的飞机场 有一辆大飞机正准备起飞了 咱们的飞机还没来 哎呀,我的情景差一点点就耽误了飞机 飞机就飞走了 这个机票上显示的登机口是201 结果呢,我就在这个201的这个地方等了 我就感觉不对劲 我就过去问 也没有听到那个广播通知 然后上面有一行小字不大点写着 嗯,那个飞往三亚的房间 已经更改到204号的机口 我亲娘,我就一溜一溜就跑过来了 还好,来的比较及时 没有迟到 以后出门呢 鼻子下面是什么?嘴 一定要多问 鼻子上面是什么?眼睛 一定要仔细看 要不然呢,耽误大事 现在达马已经在飞机上了 即将起飞 偷偷告诉你们 这个飞机上竟然开了空调 哈哈哈 洗了个围巾 要不然就看了看了 现在是晚上的6点10分 这是飞机上的第二顿饭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50了 经过一天的周折 咱们终于到达了三亚 现在是在三亚的莫黄机场 你们知道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感觉吗? 今天在飞机上还吃了两顿饭 吃了一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咱们去取行李 完事了之后再搞一个车 我的箱子被刮跑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了 你们家的牛终于终于到达了这个 雅特尔兰丽丝酒店了 大家朋友问我说 牛你怎么来的这么晚 你是不是坐蜗牛来的 没办法 我的机票是19号的 所以说我现在才到 但是我觉得来的也不晚 走吧 咱们现在进到酒店里面去登庆一下 哇 第一次入住七星级的酒店 感觉好豪华呀 哇 好多人呐 啊 对 好漂亮啊 估计这些人全部都是习惯是不行的 嗯 您是起初是您的健康码健康码 还有核酸居民 这个是核酸证明 然后他这里拿好 好 来谢谢 您的房卡 您的证件 啊 后面三位数 是您的房间号 对六层 然后呢 这个后面走 然后走到后面以后又过来上电机 好来谢谢 好 手组都拿好了 房卡已经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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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摁一下 那我摁一下 好谢谢 下午上 好远呢 咱们的房间在哪里 好多人也都跟我一样 今天才到 刚过来摆住住 楼下全部都是人 19 20 然后看一下啊 这个酒店 这这这 哎呀 我的天 这个酒店好绕啊 我估计明天我都出不去了 啊 酒店太大了 太绕了 嗯 我去啊 这酒店的门是怎么开的 在哪里 开门 在哪里 开门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